毋頂的國大政府主委 共同婚姓的政績 從今年二月中春開始 婚姻英明自家也對外散佈 開放照顧一般的面穿 每週來申請的家秀 都感覺英明自家的設施很完善 第二又看 環境又成優 而且都有免許醫生 孝理師和社工師 郵哲師 頂張嚴警官 也讓出來人很放心 頂部上來這裡照顧 因為正常來申請的長部 都必須經過身體檢查中心合 最近照長部進行來接待 原本只含著照顧 英明的婚姻英明自家 今年配合政府進去 開始對外開向照顧一般面穿 近部就到六次面就近來申請 最近已經六少有長部的大禮拜 來到這邊之後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說 第一 它空間夠大 第二 它有專業的護理師跟醫生在這邊 雖然是比較小心 可是在第一時間 還是有它的用處存在 那再來第三 它有附件的地方 說實在話 我們今天就算花錢 我們也是希望說能夠幫父母親找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不要讓他們覺得說我們是把它丟過來這邊 現在婚姻英明自家的成員已經開放大家享用好理 只要六十五歲以上的民眾 沒有婚館期都可以來申請 那一般民眾的費用呢 我們有分安養跟養護 安養就是行動治理OK的 我們的費用是伙食費三千六 服務費七千九百五十元 合計就是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元 那養護的地方 因為它需要有密集的照護人力 那所以整個費用是兩萬一千五百五十元 差一些些 因為一般大概都是兩萬三左右啦 但是可能因為畢竟公家機關它的資源是比較豐盛的 這也就是很多民眾來參觀之後 會現在已經其實後住的人還蠻多的 除了完本的成員以外 婚姻英明自家雅東的行政新的照護環境 提升中部的大片子 新蓋了四百床的養護專期 在一百零六年 就是今年的八月三十一號 可以完工 從年底開始進駐 那我們養護專期是符合 二點零長照的標準來 設施設備來設置了 歡迎英明自家基礎 不正的照護環境 當時幾個的空間比較大比較舒適 並且有變成醫師 侯理師 夏甘蘇 由這個書頂專頁人員 並且有幾個很多社會中部的活動節目 給很多英明這段都不敢離開 現在歡迎五十五年民眾來參觀 一期新庆 記者的參藏報導 下水 與 躁 好